这是李光珠在2022年播出的一部悬疑韩剧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杀人者的购物清单》 故事开始 小时候的男主大成 就展现出了不俗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 面对客人付的五千现金 只是拿起来看了一眼就知道是假钞 并且还能准确地从前箱里拿出与其重好的真钞 这人做梦也没想到会因一个小孩狼狈入狱 而大成便利店也因此成名 没多久就鸟枪换炮地成了大成超市 多年之后 第三年国考失利的大成 来到自家的超市偷了个菠萝 这也是他第一次去见锦花女友的父母 听着准岳父这爽朗的笑声 就知道肯定是女友的功劳了 进门后 这局促的小脚怪异的姿势 还有准岳父这小手 让场面顿时尴尬了起来 女友雅希适宜的出现 让他们别这么一本正经的 坐沙发上就行 坐下之后准岳父就开始发问他做什么工作 大成咽了下口水 说什么都不做 听到这回答的准岳父 拿起一旁的手套就戴了起来 随后又问到之后计划做什么呢 大成却说没有计划 随即又戴起了另外一只手套 戴好两个手套的准岳父 又接着问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大成沉默了一番 说父亲什么都不做整天在家躺着 听到这样的回答 准岳父又把木剑给揣在了手中 问他母亲是做什么的 大成说开了一间便利店 于是准岳父对他一顿砍 被打出家门的大成却一脸的开心 因为他觉得连续三年失利的自己 已经配不上眼前这个锦花女友 可他俩毕竟已经交往十几年了 雅西让他不要妄自菲薄 自己是因为他这个人所以才交往的 大成也感动地拉起了他的小手 回到住处后 大成满心凄凉地收拾行李 刚出门就下起了瓢泊大雨 就在他不知咋办的时候 跟他同窗苦读几年的小胖子送来了雨伞 作为给大成践行的礼物 伴随着一段悲伤的BGM 拖着厚重的行李走在雨中 终于走到了自家超市 只是站在屋檐下擦了擦眼睛 雨就停了下来 这时他看到扔在地上的广告牌 大成超市的大成两字被拆了下来 自己的行李也被扔在了外面 他跪在上面哭得泣不成声 这时母亲还拿着新做出的宣传单问他 超市的新名字是不是很好听 还让他赶紧去发宣传单 这时他才突然反应过来 超市不是卖了 只是改成了母亲的名字而已 随后他就骑着小毛驴发传单去了 一个小老头突然拿着双截棍窜了出来 大成直接被吓了的人羊马翻 而老头只是在他面前比划了两下就离开了 之后他来到的小区 打了个电话把保安给骗了出去 就在信箱上一张一张塞着传单 突然一个女生把一袋子东西扔了给他 说没有从他们超市购买这些东西 这个星期已经是第二次送错了 大成看了一下 里面的东西只价值一万韩元而已 没有达到他们三万起送的标准 女孩听到这话也一脸茫然了 不过这时他闺蜜也恰好回来 就没有继续深究下去 第二天 雅西开着车来到了超市门口 大成见状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东西递了过去 第二份是黄瓜 谐音我为何如此黄瓜 这属于韩语某种方言梗 具体是啥意思就自己体会一下 第三份是大算 谐音永远只爱你 看着这样的道歉方式 受过专业训练的雅西也差点没笑出声来 可她还是为大成昨天那样的行为感到生气 她也很想在父亲的面前很自豪地介绍自己的男朋友 是一个非常不错且值得交往的男人 随后就开车离开了 在雅西走后 一个小女孩来到店里 说捡到了一只拖鞋 觉得报警太过于小题大做了 所以就放在这个事务招领处吧 可大成看着眼前的拖鞋似乎在哪见过 这天大成被老妈赶了出来 老妈觉得她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在国考上面 白吃白喝这么多年也该自力更生了 于是先给她安排了一个仓库住着 还让她每个月都得交房租 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她因为没钱而回到了家 老妈还送了老爸一台男人都想要的摩托 来刺激自己努力工作 她被迫在自家超市做起了收银员 也被迫地跟着一块跳着早操 身为游戏黑洞的她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她这肢体动作就有种莫名的戏感 之后母亲接到了一通电话 大成也在这时候才知道 自家的超市生意越来越惨淡了 之前每周进货也改为了两周进货 她也突然懂事地说今天她去送货 想要把之前的老顾客都给找回来 晚上 她路过前两天说送错货的女孩家门口时 突然发现又被挂上了黑色塑料袋 里面还是两个蛋黄派和一条丝袜 觉得有些不对劲地她敲了敲门 但等了一会之后没有人回应 她也就自顾地离开了 在回去的路上 双截棍老头又冲了出来 可还没摔两下 棍子就羞的一下飞了出去 老头有些尴尬地跑去小树林捡她的棍子 大成正准备离开 小树林里却传出一声惨叫 进去查看情况的大成被老头一把抱住 吓得摔在了地上 随后顺着老头手指的方向望去 意外发现一具女尸 在面对警方的询问时 对于死者的资料 大成详细到把死者电话号码都给报了出来 好在边上的老巡警给出解释 大成是超市老板的儿子 从小记忆力就惊人 也是这片社区元老级的人物 还在为大成见自己父母摆烂而生气的哑戏 在一旁听到这些冷笑了一声 长得帅个子高 脑子也聪明 但却没什么鸟用 第二天邻里间就把这事给传开了 大成妈在一旁听得他们的闲言碎语 似乎感到异常的不爽 把这些火气都发在了大成的身上 此时又想给父亲买酒的小绿来到了收银台 大成没收掉酒后 发现他手上贴满了窗壳贴 小绿不在意地说只是往滑板摔的而已 大成也从小绿的口中得知 那半只拖鞋是在前天在圣堂院子里发现的 另一边 还在跟大成赌气的雅希来到了一个相亲会 嘴上说着要分手的他 心里却装得满满都是大成 此时的大成已经来到了圣堂 在雕像前发现了一粒与案发现场相同的小糖果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了一条丝袜 直觉告诉他这肯定与之前挂在门上的快递有所关联 没来得及气想就被路过的巡警给打断了 第二天 复联会长因为超市没有肉色的丝袜跟大成吵了起来 可大成去了一趟货架就被找到了 没成想他更生气了 拆开包装就撕了起来 说产品的质量太差 可大成却愣愣地望着被撕坏的丝袜 灵光一闪的他跑到货架 每种一个拿回了架 他把丝袜拆下绑在了门把手上 第一双稍微用点力就烂了 原来他回想起被害的女孩脖子上正是有一条勒痕 随后又拿出在圣堂剪刀的那双 同样地绑在了门把手上 用力一拉没有破损 第二次用上了更大的力气 依然没有破损 随后他又把其他的都尝试了一遍 他觉得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立马就拨通了亚希的电话 却没有接通 知道亚希还在生气的他只能打给局里的坐机 掐着嗓子说自己是热心市民来提供重要的线索 而就在此时 那个一直说送错快递的女孩家里突然有人造访 另一边 大成蹦蹦跳跳地来见自己的女友 手刚搭上肩膀就被女友制服 见到是这个冤种大男友的亚希 也是没好气地对着他戳了两棍子 直到大成拿出了那双丝袜才停了下来 大成告诉他这应该是杀害女孩的凶器 亚希的魂都要给吓出来了 以为大成是凶手的他 都已经想好在葬礼的时候给他上一碗螺蛳粉作为供品了 大成也没心思再开玩笑 就拿出了在圣堂剪刀的与案发现场一样的小糖果 亚希突然很疑惑 这个男人为什么突然对这件事这么上心 大成觉得如果在这件事能帮上忙的话 准岳父或许也能对自己有所感官 女友问他得到认可之后呢 大成傻傻地回道道开心 刚刚心里还有些小窃喜的亚希瞬间又无语了 问他不想结婚吗 说完这些便失望地离开了 晚上 大成似乎也明白自己亏欠亚希太多 所以也主动地给他发去了短信 不过这算是道歉的短信吗 随后一个女孩崩溃地冲进了超市 他质问着这家超市到底是谁在送货 众人也极力地安慰着女孩 说不定是某个暗恋他的男生送给他的 可当他们看到里面居然有用过的卫生棉石 也瞬间不淡定了起来 闻讯赶来的大成看到了里面的丝袜 刚想询问什么却被母亲给打断了 女孩也在这时让他们把会员信息给删掉 大成问他是叫金雅吧 金雅顿时警觉 为什么他认识自己 还能一口叫出自己的名字 是不是他一直在送外卖 大成妈见他怀疑到了自己儿子头上 语气瞬间调转 让他自己报警去 可大成还沉浸在自己世界 在一旁分析着线索 送给他的东西都是能在超市买到的 包装袋也是我们这里的 可以查找买过这些东西的人筛选出可疑人员 大成妈见状瞬间气急地走到他身旁用力一鸣 随后推推嗓嗓地把女人赶了出去 原来大成妈是曾经的女排选手 在大成小时候合力抓捕过一个使用假币的罪犯 在被抓走的时候罪犯放出了狠话 出来之后一定会报复他们 几年后这人就被放了出来 他第一时间就找上了大成妈 好在大成及时地赶来才没酿成惨祸 这一切也被金科长给看到 而金科长似乎帮奴子俩掩盖了某些事实 被吓得不轻的大成妈也从此落下了心理阴影 因此他不想因为再多管闲事而惹出什么麻烦 可超市的员工觉得大成妈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同 可大成妈不知吃了什么火药 只是两句言语就扭打在了一起 前来劝架的大成也不知被什么给捶了一拳 被打出鼻血的大成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超市 回到家后就把女孩留下的快递一次摆开 随后精确到时间个数的记录下 这些物品近期有哪些人购买过 第二天 大成在收银时也记下每位顾客所买的东西 轮到这位大婶的时候 他脑海中瞬间闪过昨天购物信息 大婶昨天也买了黄桃罐头和开罐器 他解释昨天是公益日 自己到医院去探望了双截棍老头 那个老头最喜欢的就是黄桃罐头 还说那老头装病可厉害 到现在医生都没发现 晚上兼职正在整理货物 旁人看到这么大力气的女孩子都忍不住发出惊叹 大成感觉这回应该不中 就也上前试了一下 好巧不巧地在这发现了小药丸 与超市阿姨交谈了一番 得知这就是普通的VC 而且还是这里独家销售的 大成上网搜索了一下 发现制作这个厂的老板似乎有些眼熟 兼职说这人有点像双截棍老头 经兼职这么一说 两人的脸瞬间比对上了 当他和雅希赶到医院的时候 老头却不在病房里 大成还发现老头住院时报的年龄是52岁 而那天晚上雅希查询证件的时候 上面写着的是68岁 虽然感觉到有些怪怪的 但人不在这也没办法 他们就决定明天再来一趟 突然看到雅希脸上的伤口 大成立即表示了心疼 并去给他买窗壳贴 看着大成对自己细心体贴的举动 雅希露出了一母笑 没成想大成在路上遇见了老头 老头见状心虚地扭头就跑 大成察觉后立即去追 另一边 正在送快递的大成妈 发现有个男人徘徊在金雅家门口 虽然有些害怕 但还是抄着摩托车头盔就冲了过去 一顿乱砸下来发现 这是小绿的父亲跟程 原来楼下的住户一直抱怨漏水 身为中介的他就受房东的委托 到这里来检查水管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可金雅的电话一直都没能打通 敲门也没人理会 解除误会后他们就一块打开了房门 可昨天还好好的金雅赫然地躺在了血泊之中 这边大成帅气地从腰间掏出了一个泡泡机 双截棍老头健壮立马挟持了雅西 这一下把大成的泡泡机都给吓得掉在了地上 匆忙中又从双截棍老头扔来的袋子中 拿出了一瓶黄桃罐头 雅西说你不可以这样 老头却说这种货色竟然是你的女朋友 雅西听到这话瞬间就不乐意了 一个被摔直接给他撂在了地上 原来雅西那话是对着老头说的 老头疼得在地上大呼小叫 而大成似乎没听见一般 掰开了他的头发问他头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 而老头却叫唤着死胖子别碰我 大成顿感不对劲 自己只是在11岁之前胖而已 之后就拼命地瘦身减肥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个老头就是曾经用5000假钞的那人 雅西听到这话却大吃一惊 问大成那人不是被你杀了吗 那天夜里 雅西给大成做了一份礼物 趁着父亲熟睡的时候溜了出去 而当他到了超市的时候 却发现大成妈被5000给绑住了 因为在采缝刃机的日子里 所有人都嘲笑他栽在小屁孩和大妈的手里 已经失去理智的他叫嚣着威胁着大成 如果再不出来就要给他老妈收拾了 大成一个声东击西转移了他的主意 而大成妈趁着机会一头砸了上去 并一脚踹飞了掉在地上的小刀 气急的5000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 眼看母亲就快没了气息 大成抄起身旁的黄桃罐头就扔了出去 这一下正中5000的后脑勺 看见这一幕的雅西下得赶紧离开了现场 而雅西也正式撞见了当年的那一幕 才下定决心考上警察 为的就是能够保护眼前这个憨憨男孩 正当他们要把5000给带回去的时候 两人同时接到了电话 大成先行赶到了惊讶遇害的现场 母亲看到屋内的黄桃罐头 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 大成安慰着母亲 那个用5000假钞的人已经被抓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 他缓缓地走向5000 一把扯掉了他的胡子 看着脸上的两颗痣却有些不敢相信 大成妈激动地对金科长说自己儿子不是凶手 原来当初金科长以为5000不行了 竟把他丢在了垃圾桶里 这也是金科长所隐藏的秘密 支援赶到之后 大成一行人就离开了现场 奇怪的是跟程却表现得比较淡定 向大成妈表示抱歉后就离开了 这时大成不经意地一瞥 却看到在楼上的生线 戴上帽子后急匆匆地离开 三人一边压马路一边聊着天 这些年他们一直生活在阴影和恐惧之中 当年大成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 监考老师不小心把水杯碰倒在地 大成望着缓缓而来的水杯 却成了黄桃罐头和一滩血子 又一年还是在国考的考场上 眼前的监考老师突然变成了五千 黄桃罐头和五千成为了大成的阴影和噩梦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记忆力超群的他 却连考数年都没能考上 因为一个罪犯 因为一个不存在的谋杀 那根埋藏在几人心中数年的刺终于在今天给拔了出来 回到家后 大成把露台的氛围灯给打开 细心地给亚西匹上了毯子 拿出一个玩具洗衣机 一杯烧酒半杯啤酒 这样就调制出了一杯烧啤酒 也许是多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们就这样一杯接着一杯 不知喝了多久 两人都有些许醉意的依偎在了一起 亚西也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这个案子 大成望着眼前的玩具洗衣机缓缓到来 那是全宝炎遇害的前一天晚上 他来到超市买了这个玩具洗衣机 并告诉他一杯烧酒和半杯啤酒的喝法 在那天 他超市的积分也达到了三万可以兑换现金了 大成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抑郁症女孩 笑得是如此开心灿烂 最初他总是记起他遇害时的样子 可慢慢的 他那天的笑容总会浮现在脑海中 亚西看似不会安慰人 又似乎能理解大成所想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 被审讯的武谦承认了自己把快递挂在遇害者门把手上的事实 因为想制造恐慌让别人都远离大成超市 据他交代 在塑料袋里所放的东西也只有一个狗都不吃的巧克力牌 非但没有承认自己是凶手 反而一直把脏水泼向给大成 说他从小眼神就贼奸 一眼能够认出假钞 自己只是稍微易容了这么一下下 十年都没认出来 他肯定是在将计就计 警官手说那只是你的计划而已 听到这话武谦索性就躺平了 决定先在这待着 等第三个受害者出现 也就自然地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了 而另一边的亚西也在附近的监控中发现 武谦有确切地不在场证明 大成回到超市后 望着询问前来购物的女孩是不是独具的生鲜若有所思 随即找到储物柜的钥匙 想看看他的柜子里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 打开柜子后 里面有一套处理生鲜的刀具 另一个小包却全是女人的化妆品 在里面还藏着一条女人的内内 而就在这时生鲜发现自己的手套破损 正回到仓库拿备用手套 听到脚步声的大成把小包给掉落在了地上 随后拖着踩住房卡的脚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 生鲜虽然有些奇怪 但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大成拿出一本本子故意地扔在了地上 顺势地把房卡给捡了起来 出门后他一路小跑来到了生鲜的家里 干净整洁的房间里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衣柜里也都是换洗的衣服 可当大成打开另一边的衣柜 里面却挂满了女人的衣服 大成一脸震惊地看着柜子里的女装 他立马打电话给雅西汇报情况 雅西却觉得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证据 除非里面藏有被害人的东西 话音刚落大成就看到那见惊雅曾经穿过的衣服 就在这时生鲜突然回到了家里 大成立马拿着鞋子爬到了窗户外面 可生鲜看着打开的窗户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大成望着缓缓走来的生鲜 立马扔掉了鞋子爬到了另外一侧 而此时的生鲜也透过窗户朝下方望了望 没有发现异常的他也就把窗户给关上了 大成也缓缓地爬了回来 抓住栏杆地想要看看生鲜到底是哪路生鲜 只见他拿出了一顶假发 还戴上了白色的手套 似乎在制作着假发 就在大成看得入迷时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踝 原来雅西察觉到不对劲就立马赶过来 他也爬了上去 两人姿势怪异地蹲在外面偷看着 只见他拿出了几件女装 还穿上了丝袜 接着还化上了美美的妆 雅西看着如此精致的生鲜都不由地感叹 化妆技术比自己都好 等到天黑的时候他才把自己收拾妥当 精致地出门去了 两人一路跟在他的身后 想要知道他打扮成这样到底是要去哪 好像生鲜已经发现有人正跟着他 回头望去的时候大成被一把推开 生鲜朝着大成藏身的地方看了一眼 假装没发现的就扭头离开了 他们再度跟上11辆车从他们身前经过 等车过去后却没了生鲜的踪影 正当他们观望之时 一个女人从大成身后的便利店走出 走在路上的他心有不安地回头望了望 当他回到小区楼下的时候 一个身影也跟在了他的身后 他快步地上楼 身后的人也加快了脚步 他朝下问了一声 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他立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起来 第二天 五千把超市的玻璃给砸了 他觉得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被毁掉了 如果当年大成没有说出那是假币 那他就不会狼狈入狱 如果不是大成揭开了自己是五千的身份 那他也不会被判定为跟踪狂 这些年的积蓄就能保住不用拿去交罚款 而他把这一切都怪罪在了大成的身上 可大成何尝不觉得委屈 如果他没有到他们家便利店 那大成也能就这样平平凡凡地过日子 可五千就觉得不是自己的问题 还把帽子摘下让别人看着自己的伤口 说这小子之前想要弄死自己 这时在一旁的生肉 忍不住恶狠狠地盯着五千让他赶紧走 被生肉气场所压制的五千 放下了此事绝不会作罢的狠话就准备离去 大成气愤地说道 你忘了之前差点死在我手里了吗 而这句话正好被赶来的崔瑟听到 在根据他这些天调查到的线索 以及全宝岩门口挂着的袋子上有着大成的指纹 再加上五千之前的口供 立马把大成列为了第一嫌疑人 而雅希也在这时赶了过来 听到崔瑟把大成当成重大嫌疑人立马就不乐意了 大成为了不让雅希难做 就主动地配合起调查 崔瑟来到大成的住所后开始翻找起线索 没一会就发现了缠在门把手上的丝袜 大成解释这是他为了确认 丝袜是不是杀害全宝岩所使用凶器而做的实验 崔瑟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调查这个 又凭什么来调查 大成顿感无奈 这与其态度和之前的雅希简直一毛一样 就在崔瑟查看有没有别的可疑线索之时 大成妈赶了回来 让他赶紧从这里滚蛋 崔瑟却觉得他们一定知道些什么 所以才这样的态度 当即以大成有着重大嫌疑而紧急逮捕了回去 大成被抓回警局盘问 崔瑟似乎认定眼前的男人就是凶手一般 自顾自地说道 他没有跟家人住在一块 有着充足的作案时间以及更方便隐藏自己 并且从家里搬出的时间 也正是全宝岩遇害的前一天 大成立马说那天自己去了雅希家里见准岳父 可崔瑟却说这种不在场的证明之后 再慢慢地确认就好 崔瑟认为连续十年国考失败的经历 而且现在还依托着家里生活 这样的生活压力肯定特别大 现在很多胡乱杀人或者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都有着类似的经历 生活困难 感觉别人都无视自己 所以只能向最脆弱的女孩子来炫耀自己的力量 而且罪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会故意接近警察来获取情报 大成说他和雅希都交往二三十年了 崔瑟说那时候雅希是小学生吧 听到大成瞬间蹦出这么一长串的反驳之词 崔瑟让他别这么激动 自己只是说有这种类型的罪犯而已 不要对号入座 大成反问他为什么不去抓犯人 而要给无辜的人带来伤害 听到这话的崔瑟突然暴怒了起来 对小区每个人的信息都了如指掌 知道他们的住址 知道他们的购买习惯 知道出生日期电话号码 知道他们的作息时间 并且所有作案工具都是在超市里能购买到的 所有的证据和线索都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大成 崔瑟猜测一定是他有遇到讨厌的顾客 或者说被害者之前与大成有过什么恩怨 大成却表示如果仅因为讨厌而杀人 那全国三分之一的人都会死 就你这样的估计都死好几回了 听到这话的崔瑟冷笑了起来 他觉得大成不愧是经验丰富 就连杀人这两个字都可以这么轻描淡写地从口中说出 此时的大成妈和雅希也同时赶了过来 雅希让大成妈回家等消息就好 自己一定会把她完好无损地给带回去的 雅希就这样坐在车里一直等着 就在车里睡寸步不离地从周一守到了周三 雅希英姿撒爽地迈步走来 在崔瑟面前坐着48小时的倒计时 由于证据不足 崔瑟也只能无奈地把大成给放了 雅希把她送回超市后就离开了 刚下车的大成就被小绿来了个追尾 她关切地让小绿找爸爸买个头盔 不然下次不小心摔跤的话又会像上次那样满身伤痕了 不过小绿却比较担心大成 现在她是凶手的谣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 就连超市都猛可罗雀了 小绿说了句你不是凶手 然而大成却没听见小绿这一小声的嘀咕 自顾地回到了超市 此时的肥义也对她不耐烦了起来 让她别待在这 不然生意只会更加地惨淡 来到住处的大成发现父母正在煎着豆腐 寓意着清清白白之身 大成妈也因为这事而异常地愤怒 晚上三人在一起商量着对策 他们一致地认为凶手很有可能就是超市里的人 大成觉得生仙是第一嫌疑人 因为在生仙的衣柜中发现了惊讶的衣服 而且杀害全宝岩的凶器是杏色的丝袜 生仙恰好在超市购买过两条 不过大成妈和雅希觉得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人 经过一个晚上的商讨 他们分配好了任务 雅希和金科长负责盯着生仙 而大成妈和大成仙确认生肉和肥义 经过几天的调查 大成发现肥义这几天外出得很勤快 特别是总往中介跟城那里跑 这时大成妈给出了解释 肥义一直想以儿子的名义在这里买房子 而现在公寓出了两起事故 这正是买房的好机会 并且在这么点大的地方 连续兼职上门售卖自己的化妆品十几年 可以说是对这片地方了如指掌 很快他就找上跟城带他到403看房 第一个被害人全宝岩曾居住过的那间 而这时的妇女主任正在挨家挨户的走访 拉拢反对拆迁的住户签名 但是走到408的时候 发现无人居住的空房电表却在转着 他也没有太过在意 只是打电话给跟城 让他抽空来看看是不是里面哪里漏电了 大成拿起失误招领处的鞋子 这一幕恰巧被金科长给看到 在听到是小绿捡来的鞋子后立马说道 小绿有可能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而听到这话的生仙也停住了脚步 在金科长离开之后 大成也回想起了小绿的手中总是攥着泡泡机 而第一起凶案的现场也散落着泡泡机附送的糖果 就在金科长找到小绿准备询问的时候 接到一通电话后就扭头离开了 另一边在超市干活的大成突然发现生仙不见了踪影 他立马把小绿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他们俩立马分头行动寻找小绿 大成妈来到了小绿的家中 不论怎么敲门都没有回应 透过窗户望去 只见到了一桌子的空酒瓶 还有摆放在地上的几瓶管道疏通计 另一边的大成找到了小绿作为中介的父亲跟城 可小绿也不在这里 大成把小绿可能是目击证人的情况告诉了跟城 并表示小绿现在很可能有危险 跟城也立马掏出电话寻找了起来 当大成赶回超市的时候却没有发现生仙的身影 他拿出上次偷来的钥匙就冲了出去 在路上还不忘打电话 告诉自己的母亲正在去生仙家的路上 而此时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的小绿被生仙拽住了肩膀 原来小绿在雨夜中目睹凶暗现场 不知该怎么办的他只能望着凶手拖着被害人远去 等人走远之后就捡起了遗落在地的鞋子 之后跟着凶手离开的方向走去 却看到倒在血泊之中的全宝盐 手中的糖果也散落了一地 此时小绿正一言不发地看着眼前的人 他正戴着白色的手套 给手中的娃娃做着什么东西 此时的大成也赶到了生仙的家里 由于太过紧张 一连几次都没能把门给打开 就在这时生仙猛地把门推开 正要进门查看的大成却被一把给推了出去 听到大成问家里有没人的生仙却反问了一句 你是喜欢我吗 而生仙早已知道他昨天偷了自己的房卡 昨天还蹲在窗外偷看到了自己所有的秘密 他一把给生仙拉了出来 在屋子里寻找着小绿的身影 这里没有 这里也没有 衣柜里也没有 他正要打开另一个衣柜的时候 却被赶来的生仙拦了下来 大成也顺势地跑到那间上锁的屋子 就在这时 大成妈赶到把生仙给垫晕了过去 而那间屋子里却只是一些女装 并未见到小绿的身影 等到生仙再次醒来已经到了晚上 而他们也知道了金雅的衣服从何而来 金雅是生仙在这唯一的朋友 他从未因为生仙有着三次前科而投来一样的眼光 那天金雅被大成妈赶出来之后 生仙就出来安慰金雅 随口夸赞了一句这件衣服很好看 当晚金雅就把这件衣服送给了他 而他穿女装只是为了帮助受到惊吓的金雅出门买东西而已 也在他床下的抽屉中找到了医院的诊断书 上面写着性别转换症 患者精神状态检查及心理检查结果为性转换症 除了荷尔蒙疗法及性转换手术外 暂无其他 在了解到一切之后 大成与母亲也知道自己错怪了生仙 非常诚挚地对他道歉 生仙则告诉他们自己在中间那看到了小绿的身影 另一边 小绿慌张地在外奔跑 像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就连鞋子都来不及穿上 时不时地还回头望去 此时他的父亲也拿着手电到处寻找着 也许是太过匆忙着急的原因 下巴什么时候被划破了都不知道 另一边的小绿钻到了一个垃圾堆里 向外张望了一下感觉没人靠近 就用蛇皮带挡住了洞口 随后在垃圾桶里翻找了什么 这时他透过缝隙看到一个人慢慢地靠近 缓缓地蹲下了身 小绿瑟瑟发抖地躲在里面 好在那人掏了两下就起身离开了 原来只是一个识荒老头路过 小绿等了一回 觉得安全后就爬了出去 谁知五千这个老六就在外面等着 手上拿着的正是小绿刚刚在找的手机 在下午的时候 生仙在房产中介的门口找到了小绿 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凶手是谁 而小绿却有些惶恐地看了看正在工作的父亲 然后连忙失口否认 说自己只是捡到了拖鞋 而生仙告诉他如果真的看见什么要坦白说出来 犯人还没被抓住 说不定你也会有危险 如果你害怕单独跟我说的话 可以和你爸爸说 听到这话的小绿好像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 神色慌张地转身就跑 他一路跑到了垃圾堆 把手机藏在了铁桶里 而这一幕恰巧被五千这个老六给看到 在小绿走后他就钻了进去找到了那部手机 五千似乎看到了手机里的某个秘密 他问小绿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告诉警察和他父亲 就在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妇女主任一个罐头砸在了五千的后脑勺上 小绿趁机抢过手机就赶紧溜了 眼见五千就要过来 妇女主任拉着小绿把车子挨个拍了一遍 没多久一群人就围了上来 五千也趁着大火不注意赶紧地溜掉 回到超市后 大成觉得五千并不是凶手 细心地他注意到了小绿是光着脚 像是慌忙中跑出来的一样 如果小绿是从五千那逃出来的 不可能出现在那么显眼的地方让人发现 另一边的小绿突然被噩梦吓醒 喊着姐姐不可以 父亲很疑惑 小绿口中的姐姐又是谁 自己的女儿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什么 是不是有人恐吓了他 他鼓励小绿把事情说出来 但小绿说只是做了一个噩梦而已 听到他如此回答 根诚也没有多说什么 安抚好小绿之后也让他以后少到超市去 不要跟大成单独待在一块 原来大成最近对小绿过度地关心 让根诚觉得他有些变态 另一边 大成还在分析着 他觉得小绿聪明伶俐特别有眼力劲 但总像是怀揣着什么心思不愿说心里话 雅希觉得小绿这段时间表现得过于镇定 自己当上警察第一次见到尸体 而且是孤独死的那种 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缓过进来 他觉得那么小的孩子如果见到凶暗现场的话 总会有一些异常的反应 事已至此他们只能相信小绿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大成还是让雅希多关注一下 以免发生了意外 第二天 生先找到在仓库的大成 轻轻地摸了一下 他想知道大成最近有没有关注过生肉 因为他在之前有观察到 生肉总会用一样的眼神看着蔬菜姐 特别是蔬菜姐跟别的男生有说有笑时 生肉那钻井的小拳头 恨不得冲上去就给他生吞活泼了 不过大成却觉得这个很正常 是个人都可以看出来生肉喜欢蔬菜姐 然而丝袜卫生棉条那些东西生肉也买了 他觉得蔬菜姐有危险 晚上 生肉照常地送蔬菜姐回家 想一探究竟的大成也跟了上去 可到家楼下的时候 蔬菜姐有所察觉地回头望去 两人查看了一下却并没发现什么 生肉关心地说要不把他送到三楼门口吧 蔬菜姐疑惑他怎么知道自己住三楼的 蔬菜姐有些惊恐地向后退了几步 却被生肉拽住了手腕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的他想要对蔬菜姐表白 而蔬菜姐却不想再听他说什么 满脸惊恐地震脱了出去 望着他跑开的背影 生肉生生地把头低下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什么 回到家后 一个人缓缓地走到了蔬菜姐的家门前 熟练地输入密码 听到开门声的他立马冲到了卧室把门锁上 慌忙地从包里掏出了手机 正准备打电话求救 半截刀透过门缝伸了进来 好在没有被吓到完全不能动弹 求生欲爆棚的他用一旁的柜子抵住了房门 随后拿起手机颤抖地拨打了求救号码 不知过了多久 门外已然没了动静 他缓缓地起身 原来是接到求救电话的雅希赶了过来 另一边 收到消息的大成立马打电话给生肉 却一直无人接听 可那时候他明明看到生肉离开后自己才走的 而此时的生肉正在家里画着奇怪的画 不仅如此 家中的墙上也挂满了这种恐怖而又奇怪的作品 第二天 连续两次受到威胁的蔬菜姐提出了辞职 说自己要换一个城市生活 正想跟上说些什么的生肉 却被大成妈给一脚半倒在地 他无比失落地拿起一包烟就出门去了 大成健壮立马跟了上去 拿掉他手中的香烟 塞了一根棒棒糖到嘴里 象征性地闲聊了两句后 就问他昨天晚上干啥去了为啥不接电话 得知生肉昨天晚上在家画画后 就让他晚上到楼顶员工聚餐 之后小绿来到了超市 把那部手机放到了事物招领箱内 大成妈看见后以为小绿是来找拖鞋的 小绿却说自己是来买东西的 大成妈问他要买什么 就在小绿不知该怎么圆的时候 大成爸推了个娃娃机进来 看着小绿饶有兴趣的样子 便问他要不要试一试 还让他选一个喜欢的自己放进去 小绿灵光一闪 选了那个小的娃娃 在大成爸调试机器的时候 把刚刚事物招领出的手机拿了出来 塞进了娃娃里面 此时大成正为晚上的聚餐准备着 生仙刚坐下 雅希就说有个问题憋在心里很久了 生仙以为两人对他三次前科的事情感到好奇 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曾经他拿了家里的摩托车 现金和妈妈的戒指 因为他想要去手术 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但父母把他给关了起来还送到精神病院 但他一直都在父母开的餐馆工作 所以就拿了相等价值的东西 当成是自己的工钱 然而父母为了断掉他的念头而报警 也因此有了三次的前科记录 之后雅希也向他请教化妆的技术 可刚把化妆品给拿出来 兼职也来到了屋顶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是变性人 雅希就把化妆包给收到了自己的身后 可生肉却迟迟不见踪影 他只是让兼职把切好的牛肉给带了上来 大成打电话过去也一直无人接听 没多久 雅希就喝到面红耳赤 大成连忙扶着他到卫生间 就在给雅希拿毛巾的时候 却突然看到之前身弱的速写本 里面都是一些奇奇怪怪恐怖的作品 正常的作品只有一张 画的正是蔬菜节 而雅希不小心给吐到了身上 大成连忙放下速写本给他换衣服 就在这时大成妈凑巧地闯了进来 对着两人羞羞了一下 就让大成赶紧送个快递去 就在这天下午 另一边 正在走访的妇女主任发现408房的电表还在转着 想看看到底哪里漏电 就顺手扭了一下门把手 而就在他进去之后 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进门后五千也探头探脑地从隔壁出来 地上的管道疏通记似乎与房产中介家里的一样 本该无人居住的房间 却摆了一个硕大的冰箱 他好奇地上前查看 等他再次醒来 嘴被胶带封住 手也被丝袜给绑了起来 那人撕掉他嘴上的胶带 他惊恐地求饶 并保证不会把事情给说出去 可这人却仿佛听不见一样的 把热容胶枪对准了他的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 双眼漆黑的妇女主任冲了出来 发了疯的狂跑 却一头撞在墙上晕了过去 而此时的大成也刚送完快递 没注意楼上掉下来一个东西 晚上大成和雅希出门散步 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 嗅觉敏锐的雅希连忙跟了上去 原来是坠楼的妇女主任被发现 妇女主任突然抓住了翠瑟的手臂 嘴里小声地说着什么 然而声音过于小声 什么都没能听见 无奈的翠瑟只能掀起了盖头 可能觉得太过于恶心又盖了回去 然后捏起一脚露出了他的嘴巴 可他的嘴巴只是动了动就晕了过去 此时他看到刚赶来的大成和雅希 撇了撇头就上前询问 怎么他又在案发现场 第二天崔瑟就来到了超市 说案发时和案发过后他都有在现场 大成把昨天送货的单据拿了出来 让崔瑟自己打电话去确认一下 而在之前他跟超市的人在一块聚餐 崔瑟又自顾地说道 去送货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妇女主任 因为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就一时兴起把人给嘎了 大成顿时就崩溃了 自己有必须要用胶枪把脸弄成那样吗 直接伪装成坠楼事故不就行了 崔瑟听到这话也觉得大成说的有点道理 不过又接着分析了起来 他之前跟妇女主任有过矛盾 昨晚见到之后又吵了起来 就把人给带走用胶枪呼住了眼睛 所以他在逃跑的时候才看不清坠楼 大成也无语了 问崔瑟是不是觉得自己随身携带胶枪 偶遇一个路人然后就吵了起来 接着就用胶枪给人弄了 然后那人跑啊跑就坠楼昏迷了 一旁的生鲜也听不下去了 拿出了明晃晃的刀子 问他要不要买点生鲜回去补补脑 但崔瑟还是不依不饶地说 有目击证人举报他 必须回去协助调查一下 无奈的大成也只能脱下功夫跟他走 就在出门的时候 小绿也跑来给这人一个野蛮冲撞 崔瑟正跟大成做着调查 没成想肥也跟着来到了这里 借着给大伙发小临时的名义 在一旁偷听着 没多久目击证人也到了现场 居然是武谦这个老六 他昨天晚上看到坠楼的妇女主任后 也瞥见了刚离开的大成 于是心生一计把自家的胶枪 给拿了出来 冒着身子想要扔到妇女主任身旁 可没成想再回去的时候 飞一已经发现病报警了 此时的武谦还很笃定地说 你们一定发现胶枪了吧 大成戴着手套 所以上面没他的指纹 但你们一定能在上面查到我的指纹 因为昨天你们到家调查完之后 就发现自己的胶枪不见了 肯定是大成偷走用来作案了 然而办案的警官却说没发现工具箱 此时的崔四尔也知道被武谦给耍了 就让大成离开了 在回去的路上 他看到飞一似乎在找着什么 好奇使然地他跟了上去 可却在一个三岔路口给跟丢了 再次追上时 飞一居然当街暴打一个男子 在飞一走后 大成赶紧跑上去询问什么情况 而那人却惊恐地跑开 原来飞一感觉到有人在跟着自己 把那男人当成了变态 大成也赶紧追上了飞一 想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 飞一也是一步三回头地张望着 最后 躲在树后的大成看到他走进了医院里 另一边 生肉不停地给蔬菜姐发着信息 想要约他出来见上一面 在不停地狂轰乱炸之后 蔬菜姐也答应了下来 兴奋不已的生肉连忙找到大成妈请假 然而雅希突然来了一通电话 让大成妈看着点生肉 因为昨天案发的时候 只有生肉没来参加聚会 大成妈随口找了个理由 让生肉在这多待半个小时 之后立马找到了生仙 让他葫芦帮忙跟着生肉 看看他要去哪里要做些什么 虽然有些诧异 但生仙还是答应了下来 于是生仙身着女装 一路跟着生肉来到了蔬菜姐家楼下 却一个不慎踩到了下水道井盖 把鞋根给掰断了 此时的蔬菜姐也正好回到了家中 生仙连忙打电话给大成妈汇报 大成妈也给雅希打去电话说明了情况 雅希没多久就赶了过来 刚把车停好就听到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生仙也顾不上自己的鞋子 光着脚跟着雅希冲了上去 此时的屋内频频地发出蔬菜姐的惨叫声 赶来约见蔬菜姐的生肉恰巧赶到 拿起一旁的杆子就把防盗网给撬开 质量不行的防盗网一下就给扒拉了下来 他打开窗户就爬了进去 对着眼前的男人就是几拳几脚下去 生仙把受到惊吓的蔬菜姐紧紧搂在了怀里 雅希也把正在胖揍黑衣男子的生肉给拦了下来 黑衣男子却拔出了一旁的水果刀嚎叫 雅希上前一下就把那人给控制住了 生肉说男人是蔬菜姐的前夫 原来生肉一直关心着蔬菜姐 他知道蔬菜姐经常挨揍 也知道蔬菜姐不久前离婚了 而那天晚上他拉住蔬菜姐 就是想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的 让蔬菜姐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担心困扰 因为他想成为他身后那个坚强的后盾 雅希听到这些直接就给黑衣男子靠了起来 生鲜缓缓走上前询问他跟金雅什么仇什么怨 可黑衣男子却一头雾水 说自己前两天才回来而已 雅希也从他身上找到了从菲律宾回来的机票 另一边的小绿又来到了超市买零食 大成爸看着自己装带的小绿想要上前帮忙 小绿立即把手伸了进去 他以为自己把小绿给弄伤了 就把袖子给掀开查看 没成想小绿满手都是伤痕 小绿一句自己没事后就转身跑了出去 他一路跑回了店里 跟成一眼就看出小绿又去了超市 以为大成又给小绿说了什么他才如此慌张 小绿告诉父亲 大成因为昨天的案子被崔瑟给带走了 而且还提到了目击证人 听到这些的跟成一脸的震惊 另一边 菲律鬼鬼祟祟的来到了病房内 从包里拿出一瓶管道疏通剂 把瓶带拧下放在了妇女主任的鼻子前 那天晚上他在主任的身上闻到了这个味道 而主任似乎非常想交代什么 可嘴巴却嘟囔着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就在这时大成闯了进来 一把给菲律拽了出去 他俩都很奇怪对方为什么会到这来 大成借口到这看望一个朋友 而菲律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到护士站询问一个名叫恩元的女人是否在这 护士打开了系统 却让他去问监护人 这不能透露 而这时菲律的一个老朋友拍了拍他 经过打探 中介的老婆根本没有在这住院 之前还参加过社区的外国人聚会 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 原来跟成娶了一个越南的老婆 在小绿很小的时候菲律总会到他家去 那时的中介总是会买一大堆隔离霜 不过已经快一年没见着他老婆了 还说他老婆根本就不化彩妆 就是为了遮住身体上的瘀青 大成愣在原地似乎想到了什么 菲律也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地溜了 回到超市后 大成爸爸刚刚小绿的情况说了一下 大成就拿着小绿的东西来到了中介那 小绿好奇地问警察是怎么说的 大成笑着说只是个误会而已 小绿却说自己知道大成不是凶手 大成愣住了 与此同时 五千双手做枪对准眼前的大成吧 叫嚣着他的儿子就是凶手 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大成拿着交枪残害了妇女主任 并把妇女主任从四楼给扔了下去 说着说着还把帽子脱下给一旁的中介看 大肆嚷嚷自己曾经的遭遇 可中介听到大成去给小绿送东西的时候 立马扔下了手上的篮子跑了出去 此时的大成也看到了小绿手上的伤口 告诉小绿不要害怕 让他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 小绿正想说什么的时候中介赶了过来 让他以后再也不要靠近小绿 他觉得大成对小绿过度关心 可大成觉得就是中介打的小绿 此时大成妈和生鲜恰巧路过 中介看到大成妈后点头示意了一下 就一言不发地带着小绿回到了店里 另一边的大成爸和五千在超市里肉搏了起来 两人虽然僵持在一块了 但五千不停地叫嚣着大成就是凶手 气急的大成爸一下就挣脱了出去 五千以胡萝卜为匕首 对着大成爸就是两下 坚持无奈地在一旁收拾满地的狼藉 可能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走到五千的后边扯住他的裤腰带 然后把他推倒 其身后的五千还想再来两个回合 可看到大伙都回来了 就像只兔子一样地溜了 大成妈气急地就要追上去 却被大成一把给按了下来 这时的大成爸和兼职也注意到了女装的生仙 五千在回去的路上一步三回头 似乎感觉到有谁在跟着他一样 四下张望后没有发现什么也就静止地离去了 而另一边的雅希也确认了 蔬菜姐的前夫的确是这几天才回来的 并不是连环案的凶手 可就在这时五千浑身是血地被拉进来房间 如今超市内就只剩下了肥义没有洗脱嫌疑 生肉被大成拽了进去跟大伙商量着对策分析起了案情 中介回到家后就开始收拾行李 他把小绿叫到跟前 而小绿似乎非常害怕自己的父亲 虽然很听话地走了过去 但做得离他远远的 中介很严肃地问小绿刚刚跟大成在聊些什么 他说自己全部都听见了 只是想确认一下小绿是不是个乖孩子 有没有在说谎 小绿双目无神地告诉父亲 大成问这些伤口是不是父亲弄的 他回答不是的 听到这个回答中介也继续收拾行李了 但小绿很好奇 父亲收拾行李要带他去哪 可中介却说就他一个人出门 还叮嘱小绿在他回来之前不可以乱跑 要乖乖地待在家里 他要去找小绿母亲 小绿也很想见到母亲 而中介突然发现 那部手机没挂在小绿的脖子上 小绿急促地扭动了一下身体 说被自己弄丢了 中介紧紧握住了行李箱中的皮带让小绿站起来 他告诉小绿正是因为他的不乖不听话 所以才不能带他去见母亲 现在的他没有资格见到自己的母亲 还去见了不该见的人 丢掉贵重的东西 还是个说谎金 天 飞一偷偷地往超市瞄了一眼 看到大家都在工作 就赶紧在窗户上贴起了寻狗狗启事 他们一下就顿悟了 飞一是想要参选下一任的妇女主任 不然依着他的性子 肯定会把满大街的启事都给撕了 毕竟找个狗狗就有百万 而大伙看到飞一出去搬东西后 立马团团围住 检查着他的背包 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很快在侧边小口袋找到了一本笔记本 眼见飞一就要回来 大成立马上前给拦住了 机灵的兼职拿出手机 就是咔咔一顿拍 搬还没上几分钟 飞一就借口自己感冒需要休息一天 在他走后大成立马就跟了上去 大成妈也在刚刚拍下的照片中 发现了可疑的线索 飞一记录下了附近所有的单身住户 并在前面用信号给标记了起来 大成妈就决定去看看能不能问出点什么 飞一请假后 却在巷子里找着丢失的狗狗 大成一个闪避躲到了电线杆后 低头一看 狗狗就在自己的脚下 飞一回头就发现了鬼鬼祟祟的大成 他正要质问大成为什么跟踪他的时候 却发现了他怀里的狗狗 二话不说的抱起就跑 此时的大成妈也联系上了一个独居女孩 正准备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飞一抱着狗狗就跑了过来 原来他联系上的人正是丢狗狗的女主人 飞一这时也觉得两人有些不对劲了 他以为是自己最近请假太多 所以安排了大成来监视他去做什么 但三个人一起回去的时候 大成妈还是没忍住把笔记本的事情说了出来 飞一顿时明白了这两人怀疑他是凶手 他乐的转了一圈 随后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两人 他之前在主任的身上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 而那款消毒水在超市里的销量一直都不好 也许可以从这方面来寻找线索 回到超市后 中介就提着行李箱来到了超市 而大成爸也在这时把装有小绿母亲手机的娃娃给夹了出来 中介说自己要去探望小绿的母亲 大成也在他的口中套出了医院的名字 可大成和飞一知道 小绿的母亲根本就没有在那住院 有些担心的大成又问中介小绿这几天怎么办 中介说已经送回奶奶家里了 并让他少打听自己的家室和小绿 没多久崔瑟又来到了超市 监视着大成的一举一动 似乎在他心中已经认定了大成就是凶手一般 大成很无奈 他问崔瑟是经过了调查诱惑希望他就是凶手 而崔瑟却说 从一开始就让人很不爽的嫌疑人往往就是凶手 小绿在一旁斜着眼睛看着崔瑟发表高堂阔论 还是没忍住地插嘴了 说这个叔叔不是凶手 还让警察叔叔好好干活吧 崔瑟被这一句话呛到不行 大成也很好奇地问小绿为什么没去奶奶家 而小绿却说奶奶已经不在了 大成以为自己把外婆听成了奶奶 不过小绿的外婆也远在越南 有些担心的大成就让小绿这几天跟自己的母亲一块住 但小绿说父亲不让他到处乱跑 不然就不会把妈妈给带回家 还是有些担心的大成就给了他一个口哨 在离开的时候大成妈又送了小零食给他 可这次小绿却说不要 眼看他就要跑掉 就拉了一下小绿的手 可小绿死活都不让掀起袖子 大成故意倒了一罐饮料到他身上 可当大成妈给他换衣服的时候 却发现他的身上却满是伤痕 大成妈瞬间哽咽不已 他想要拍下照片作为证据 可小绿却怎么都不同意 因为他知道如果父亲被抓起来了 那他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了 他们想让崔瑟去调查一下中介 可他却说这些都不在他的职责范畴 让他们得先去报案 然后拍好照片作为证据 大成表示我们现在就报警 证据我们自己找 说完就脱下了功夫 让崔瑟跟着自己一块去寻找证据 自己是嫌疑人 不是说好要寸步不离地盯着自己吗 之后他们就来到了中介的店铺 大成拿起个花瓶就直接把门给砸了 他看见小小的店铺 想起了上次来这的时候中介异常的紧张 那时候还瞥见了护行图后边有着异样 果然 在他把护行图升起之后 一个小房间赫然地映入了眼帘 拉开铁门 里面的桌上摆着胶枪和娃娃 大成告诉崔瑟 他曾经跟中介说过小绿有可能是目击证人 小绿在那天就不见了 再次找到小绿的时候发现他的鞋子不见了 之后他打电话问过中介鞋子去哪里了 可中介却说小绿出去玩的时候被大孩子欺负抢走了 崔瑟到现在都还觉得小绿只是跟大成关系好 所以才一直说他不是凶手 可大成却觉得 如果他看到的凶手就是他的父亲 所以才威胁他不让他把事情给说出去 可崔瑟却觉得大成刚刚说中介打了自己孩子 现在又说别人是凶手 是想把嫌疑给摆脱掉吗 大成让崔瑟好好地听自己说一次 随后便把自己知道的线索全部说了出来 而主任遇害那天想要说的并不是交枪 而是跟城 然而此时的中介已来到了门口 崔瑟以他是嫌疑人为由要带回盘问 然而中介突然给了崔瑟一刀 大成看着眼前这一幕 又回想起了曾经的画面 他愣愣地站在原地不能动弹 中介解决掉崔瑟之后就扑向了大成 正要把大成也解决掉时突然想到了什么 就把他锁在了里面 随后在超市的小绿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此时大成奋力地锤打着不算厚重的铁门 呼喊着小绿的名字 可不论怎么撞击都闻丝未动 屋外的崔瑟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只是手指动弹了一下 超市的众人一直没见到大成回来 生仙就打了电话给雅西 大成妈有些担心一个人在家的小绿 就让生仙跟着一块去看看 听到崔瑟又把大成带走的雅西直接抱走了 可听到崔瑟和大成一直没有回到警局 就连忙冲了出去 此时的金科长还守在五千家楼下 看到一旁干枯的植物就去浇水了 丝毫没有发现中介抱着小绿回来 铁门也在大成不停地晃动下松动了起来 大成妈和生仙来到小绿家却发现空无一人 赶忙联系上了雅西 因为小绿很早就从超市离开了 而此时他们也发现了家中的清洁剂 察觉到不对劲的雅西连忙请求增援 当他赶到中介那个时候 却发现崔瑟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大成正站在他的面前愣愣地发呆 金科长也在这世赶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就拿出了手铐 为了救出小绿他们也没时间解释太多 雅西带着大成就跑了出来 他突然停下想要对雅西解释着什么 雅西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着他 此时的小绿在408醒了过来 看到屋中的大冰箱 他好奇地走了过去 却被冰箱里的东西吓了一跳 那天晚上五千发现了跟着他的中介 五千告诉中介自己看到了 小绿手机中拍到的东西 而且在主任出事的那天 他也跟着主任进到了408 并躲在一旁把一切都给拍了下来 他想要跟中介合作 把最近的事件都栽赃给大成 而中介却一把甩开了五千 可当五千到家后 中介就把他给灭口了 他告诉小绿这就是不乖不听话的下场 他把一切都给收拾妥当之后 就带着小绿离开了这里 在离开的时候 小绿回头望着冰箱 似乎在思念着什么 一转头 小绿在一旁愣愣地蜷缩着 中介扔下一盆饭让他赶紧吃掉 他很好奇五千口中小绿拍到的东西是什么 小绿却呆呆地一言不发 中介见状便开口威胁 可小绿像没听见似的 他也就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起身到冰箱拿酒去了 可五千的冰箱却空空如也 他也只好订起了外卖 收到订单的大成妈就赶忙送货去了 把东西挂到408房后路过了五千的家 还不忘对着里边比划了两下 这给里面的中介看得是一惊一乍 好在大成妈没有过多的停留 中介也就回到卧室休息去了 小绿看到在沙发上的手机 似乎想到了什么 大成妈走后警察就来到了超市 调取监控看了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线索 在他们走后就把装在娃娃内的大成给弄了出来 也把超市关了分析着现在什么情况 可就在这时又接到了一个外卖订单 还是408房 货品跟上一单一模一样 配送的备注写着送到505去 飞翼一下就发现了不对劲 408明明就是个空房间 而大成也突然想到 他之前送给小绿一个口哨 小绿说写出来像505 来不及多想的就冲了出去 一路狂奔的头发都飞了起来 而紧随其后的兼职扛着煤气罐 生鲜拎了个破解 飞翼揣着个刷子 大成妈跟生肉就坐着摩托呼啸而去 他们先一步到了408 不停地敲打着房门 听到动静的中介揣着小刀上前查看 小绿趁着这个机会躲进了卧室 中介这时也没空管他 透过猫眼看到大成一闪而过 这时所有人都到达了现场 生鲜找到工具就开始撬门 这时的中介也放下了心来 让小绿赶紧开门 可小绿反而拿了个凳子把门给抵住 跑到阳台把窗户打开 小心翼翼地爬了出去 艰难地挪动着身躯 跨到了一旁的空调外机上 此时他的父亲也破门而入 正准备把小绿给救回来的时候 发现了楼下的警车 雅西和金科长及时地赶了过来 此时的大成看到五千家的门锁 正是中介之前在超市买的那个 两人就这样隔空对望着 另一边的众人在垃圾堆里翻找到一些柔软的东西 垫在了草坪上面以防小绿掉落下来 雅西也从上方掉了一根绳子下来接应小绿 生鲜撬开门后 大成让他把五千家也撬开 他走进408后也看到了那个冰箱 他缓缓地把门打开 里面冻着的正是五千和小绿的母亲 此时的生鲜也撬开隔壁的门走了进去 躲在一旁的中介扑了上去 把他弄伤后就赶紧地溜了 大成和雅西一路追到了店里 却没见他的踪影 飞翼也发动了自己的人脉 让大家到处寻找 很快就有人拍到了中介的身影 大成妈载着生肉就追了过去 可没想到被一袋垃圾给弄翻了 随后大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先是问了小绿的情况 紧接着就大喊让他千万别到505去送货 回过神的大成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 就把电话回拨了过去 告诉电话那边自己正跟小绿在一块 并且现在要到超市里去 收到消息的中介立马起身 却被大成妈给叫停了下来 等到中介蹲在他面前的时候 一脚给他踹飞了出去 气急的中介就要把大成妈给弄了 千钧一发之际生肉挣脱了束缚又是一脚 可扑上去后反被中介给摁在了地上 一心想要找到小绿的中介也没管那么多 大成已经把所有灯都关掉在这等候多时了 大成把最近的案件一个一个地说了出来 五千和小绿母亲的尸体也在冰柜中发现 中介也很爽快地承认了下来 他觉得大成一个人在这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可大成却缓缓地走到了门口 然后关上了卷帘门 中介手握小刀对着大成直刺过去 大成一个驴打滚后起身跑路 把货架上的东西一股脑地弄在地上 中介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逼近 大成拿起眼前的罐头往旁边一扔 来了个声东击西把他踹飞后又藏了起来 他闭上了眼睛 回想起了之前的种种 小时候抓捕五千 全宝岩最后一次来到超市 李金雅受到外送后的恐惧 受伤光脚的小绿 与母亲在一起是开心的小绿 他睁开了眼睛 和中介牛打在了一起 中介问他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的事情赌上性命闹腾 大成没有回答 只是用力地把他给甩开 抄起地上的纸箱就往他头上抡 一下两下 接着再来一记头锤 见他不抖又补上一记 中介晕呼呼地躺在了地上 此时大成的脚边又恰巧是黄桃罐头 既然故事是从黄桃罐头开始的 也就让黄桃罐头结束这一切吧 一切尘埃落定时 大伙也合力地把门给抬了起来 他也在这时回答了中介的问题 他并不是多管闲事 也不是为死去的人报仇 只是希望每个来到超市的人 都能够平安无事地再次回来 至此大成也解开了所有的心结 他战胜了自己的心魔 小绿望着被带走的父亲 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受 他牵起了大成厚重的手掌 没多久 蔬菜节也回到了这个小地方 而肥义也如他所愿地当上了妇女主任 前妇女主任的女儿也从国外回来探望 生先开始完全以女人的形象出现 痊愈后的崔四尔也找到了大成 满脸愧疚地给他道歉 小绿也被送到了越南的外婆家 开始了新的生活 雅西的父亲也认可了大成的存在 至于小绿的父亲 以及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并没有提及 只是在前面的剧情中有说过这么一句话 忤逆他的人都该死 故事也在这里结束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